YO 汪达幻视的朋友们 欢迎回来 你们是不是这两天已经浸泡在全网第四集解析中无法自拔了 那就请在里面多待一会儿最后来看看我的全网最晚的彩蛋解析 老规矩先说观感 这一集的结尾真的是又惊悚又伤感 在我做上一集解析后 我当时就在评论中置顶了修正补充 有可能杰拉丁特工在外面的画面是时间倒序 果然第四集几乎都是倒序 用场外视角解释了前三集的全貌 前面三集全网的推测和脑洞 也都八九不离十了 在第四集做出了解释 这一集差不多等于是揭秘集 观众和天剑局同步了信息量 当时聚集中的一些巨大的谜团 观众也和天剑局一样 一起进入小镇挖掘更多的秘密 而这一集又和惊奇队长的关系有多大呢 影片一开始杰拉丁 而不她的正确名字应该叫莫妮卡兰博 她是灭霸响指之后消失一半生命中的人 而就在复仇者联盟寺中 浩克利用无限宝石打了响指 让一半生命重新回归 也就在那个时候 复联准备要和灭霸军团开战时 回归的莫妮卡在医院找自己刚动完手术的魔亲 不过那已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具体我就不用多解释第一个场景的内容了吧 既然我们已经清楚杰拉丁就是我们之前猜测的莫妮卡兰博 那就容我更具体解释一下莫妮卡兰博和许人也 在漫画中 莫妮卡兰博在198年10月超凡蜘蛛侠年度中首度亮相 后来成为第二代惊奇队长 她的超能力具有隔壁家超人的速度和飞行能力 也可以隐身 能复制其他能量转换成能量光束释放破坏力 这种超能力是当时她在新澳梁海港巡逻队担任中卫时 为了防止武器爆炸 把自己暴露在超微能量之下 结果自己的身体被转换成了能量 说回MCU中的莫妮卡兰博 这位角色最开始登场于电影的惊奇队长中 也就是那位惊奇队长的朋友玛丽亚兰博的女儿 她当时亲切地喊惊奇队长叫卡罗尔阿姨 惊奇队长那身制服配色 就是当时莫妮卡兰博设计的 所以在莫妮卡重新湮灭回来后 旁拍中有一些回响 这些对话就是惊奇队长中莫妮卡和卡罗尔的对话 为什么莫妮卡在恢复前正好有这样的回忆旁白呢 这里我认为更多是让观众联动起此时的这位莫妮卡 正是惊奇队长那位小女孩 而且确实惊奇队长对莫妮卡的成长和启发也是很重要的 在惊奇队长中 玛丽亚兰博和卡罗尔两人曾是秘密空军基地的飞行员 参与的是天马计划的光速引擎研究 在影片中最后的斯科鲁人被洗白 飞船也成了天剑局的太空基地 玛丽亚兰博也正是天剑局的创始人之一 当然我们的尼尔玛尔法克局长应该也参与其中 不然也不会有蜘蛛侠英雄远征最后彩蛋在飞船上晒太阳 因此莫妮卡兰博自然而然也就是天剑局的重要骨干 汪达幻视这一集前面的十来分钟 揭开了天剑局更多的相关内容 据集中莫妮卡还是天剑局的正常人类 不知道莫妮卡是否会在这次汪达射箭中 获取超能力变成超级英雄 据集中有一张海报就是莫妮卡站在电视后面 她的衣服就是黑白配色 这也有点类似于她在漫画中超级英雄的制服 莫妮卡在接受自己消失和母亲去世的事实后 三周后重新回到天剑局地面基地报道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据集中显示的天剑局的英文全称和漫画是有出入的 漫画中天剑局的全称 超能世界观察与反应部 而据集中的是 超能武器观测以应对局 这应该也是MCU权衡之后认为 旌旗队长中天马计划的光速引擎研究 以及地球上调查汪达这个事件 用超能武器或许比超能世界这个词更契合 不过这个更改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在复仇者联盟3的最后彩蛋中 尼克玛尔法克的局长的抠击背面 就印着神盾局和天剑局的双logo 当时天剑局的全称还是和漫画一样的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或许在太空上的天剑局的全称和地面的确实不一样 可能天剑局分太空和地球两个分布 这个看MCU后面如何发展了 在莫尼卡和天剑局的执行主任进办公室的过程中 有一面墙 这面墙估计就是成立天剑局的创始人墙 其中就有莫尼卡的妈妈也就是玛利亚兰博的照片 我猜那墙也会有尼克局长和经济队长 玛利亚兰博的名字中还有光子的代号 这也是她在当年执行天马计划中用的代号的名字 在漫画中莫尼卡也曾用过母亲光子的代号 后来又改成了光谱 当莫尼卡接完任务后去到现场 FBI詹姆斯5在那等候多时 看过以人阿德应该知道 她那变魔术的把戏是从谁那学来的 在他们的对话中 我们侧面知道汪达的超能力有多强大 她不光绑架了整个西警镇 而且还同时可以让曾经知道 或与西警镇有关联的人 都可以选择性记忆忘记了西警镇和里面的人 甚至是在现场都感觉不到西警镇的存在 具体中当地的两位巡警就是如此 而只要和西警镇没有关联的人 就不在影响范围内 就可以看到西警镇 这里也说明了汪达超能力的影响范围有限 或汪达认为这样的操作已经不被人发现了 武警探是因为原本西警镇有位目击证人 但未询问就失踪了 很可能说明目击证人已经在西警镇 目前还没有太多细节的证据 但武警探用的是he 男性 从前三级居民举动的异常来看 患尸的老板赫伯特 医生都有可能 还有这一级患尸的同事诺姆 也同样发现了异常 诺姆的异常后面会详细展开聊 所以这些人里都有可能是武警探口中说的目击证人 当然这些都是武警探在没见过未询问的目击证人情况下假定的 因为后来武警探有看到情景剧 如果他之前见过那位目击证人一定就当场认出来了 很快莫妮卡放了一架无人机 这架无人机钻进西警镇的屏障后消失 我们知道这就是第二集中的那彩色玩具飞机 而每次无人机进入 应该就会对西警镇造成一次巨响 这可能也是第二集开头汪达听到巨响的原因 无人机进入西警镇屏障的音效 和第二集汪达被外面巨响吵到的音效非常类似 而且当时无人机进入西警镇的时间 看起来正好就是日出时间 和当时汪达清晨被巨响吵醒的时间很接近 只好莫妮卡好奇触摸屏幕被吸了进去 变成了西警镇的居民之一 莫妮卡进去时 兄前还挂着天剑局的名牌 这可能也是后来汪达在第三集 从绝拉丁佩戴的首饰认出了她是外来人 有人认为莫妮卡在西警镇天剑局的首饰 是她去局里报到的那条金项链 我找了一张最清晰的照片放大看 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正常的十字架样式的项链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莫妮卡是被西警镇用力拉进去的 而不是像后面天剑局探员从下水道进去时 还会有些许阻力 这就很有趣了 难道当时莫妮卡进入时 西警镇的另一边有人在拉拽莫妮卡进去吗 如果是的话 那个人又是谁呢 事情很快闹大 天剑局联合美国所有的喊出名字的组织 召集了各方面领域的专家 要对西警镇这样奇怪的现象做研究 其中专家组的主角就是研究天体物理的路易斯 基本后面都是从她的视角去还原之前汪达事件 第一集中的最后画面那只手就是她的 在路易斯的检测中 西警镇有大量的CMBR 简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是宇宙大爆炸中的残骸 这里现实中的科学解释 大家可以不用去深入理解 毕竟这又不是什么硬科幻 这里只要理解为汪达的超能力在加剧就可以了 但如果真的要深究 其实就是汪达扭曲现实的能力 在MCU中 印象里汪达的超能力 只可以像星战原理一样移动物体 或者操控他人的心灵 但这一次汪达突然可以如此无中生肉 他的超能力为何会突然提升 是原本就有 还是他和某位神秘人达成了魔鬼契约呢 比如一直有一种猜测是梅菲斯特 在漫画中汪达的双胞胎 就是从梅菲斯特的灵魂碎变中提取出来的 而梅菲斯特后来把这对双胞胎抢走 用作自己的武器 当然漫画中汪达的超能力是很强大的 估计大家也在很多的解说中了解了 House of M中汪达的一句话 就能改写变种人的世界 只有是天剑局想利用下水道混进西景镇 我们也能看到此前天剑局的这幅并不是养疯人的造型 只是通过屏障后相应变成了汪达所创造世界该有的风格 这也再次侧面印证了汪达不仅仅只是像变魔术一样蛊惑人心 而是真的能把这一切变成现实存在的东西 这也是为何莫妮卡被打飞出来后 衣服还是70年代的那套 在天剑局研究汪达辐射范围时 同样也是六边形的 这里乌探员还在白板上写着为何是六边形 漫威宇宙影视作品问世了十多年来 影迷不断去产出彩蛋解析 而漫威宇宙也乐于制作更多的彩蛋 索性这次直接观众和天剑局一起 想要知道六边形到底是什么意思 漫威主创或许也清楚 在第一集出现六边形时 估计就会有很多影迷做各种解析分析了 比我上一集聊到的AIM组织 包括接下来乌探员写的问题 为何是情景剧是和我们统一时空吗 幻世复活了吗 这些都是前三集影迷津津乐道的谜团 但是我有一个更有趣的论点 既然漫威主创已经在和影迷玩捉迷藏彩蛋了 那说不定这六边形就是漫威和影迷开的玩笑 可能搞到最后这六边形就是汪达自己喜欢的形状而已 以此来捉弄一下影迷 你看你们都猜错了吧 不过抛开这些场外因素 再次回到为何是六边形这问题 我这次有了新的发现 汪达在使用魔法超能力时 在漫画中的解释是利用魔法球或六边形魔法物体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六芒星魔法 或许是我眼花 但我不断回忆看以前的片子里 汪达使用魔法时手中的能量源 是不是隐约能看到六边形的能量场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六边形的另一种解释 其实是汪达使用魔法超能力的象征形状 至于汪达为何选择情景剧 有人认为是汪达小时候在东欧生活时 就是看着美式情景剧长大的 但索克威亚这地方被军事独裁统治政局动荡 而且汪达和快银很小的时候就被拿去做实验 所以我认为不太有可能有机会去看美国情景剧打发时间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复仇者联盟三中汪达和焕士 在逃出神盾局后两人消磨时间看的 但当时他们只逃离了两周 而且到处躲藏 我认为也没有这心情去看 我更认为汪达之所以对美式情景剧痴迷和熟悉 是每对三中汪达被禁足那一大段时间 和幻视在神盾局相处的时候看的 一来两人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 阿莱幻视当时同样也在学习人类知识 是的漫威宇宙认为美国情景剧就能学到人类知识 还有做菜 而且美式情景剧都是家庭幽默幻乐时光 这正是汪达遭遇亲人和爱人相继离开惨痛遭遇后最渴望的生活 此外在白板最边边的地方还出现了斯科鲁人 这就很神奇了 我们从旌旗队长和蜘蛛侠英雄远征知道斯科鲁人已经被招安 第一集中我也有脑洞有没有斯科鲁人去做卧底 但如果这里的斯科鲁人是嫌疑对象的话 那么也测明说明地球上有部分的斯科鲁人是和天剑局的斯科鲁人对立的 这可能也是为后面的剧集秘密入侵埋下一个小小的线索 在影片中路易斯用复古电视接受画面时 是汪达第一集50年代的剧情 后面吴太元隔空喊话也证明了剧集是实时播放的 那也测明说明他们发现西景镇一场的时候是汪达使用超能力不久 之后吴太元利用广播频率隔空喊话 我们也终于知道吴太元为何说出汪达是谁对你这么做 因为天剑局认为汪达作为复仇者联盟的成员不会这么做 后来视角转回到汪达打飞莫妮卡的现场 这里我们也终于知道似乎没有人逼迫汪达这么做 这确实是因为汪达失去幻视悲伤过度 然后创造了西景镇和幻视生活在这里 而汪达看到天剑局非常生气 所以他也清楚天剑局是什么组织 对他创造的西景镇会有什么后果 从天剑局日夜不断看汪达联系剧的进度 我们也知道其实天剑局看到的内容 比我们观众的前三集看到的内容要多很多 但观众唯一的好处是能看到删减片段 而天剑局只能看到严重剪辑痕迹的删减版 只有天剑局从复古电视收集的演员的脸谱进行识别 找出了大量失踪人口真实的身份 大部分失踪人口的描述都没有太大的异常 但幻视的同事诺姆的描述 我们能看到上面写着 幻视有用超能力唤醒诺姆真实的样子 他表示担心自己的妹妹和父亲 但当幻视不使用超能力时 诺姆又恢复成了幻视同事的角色 还记得在第二集中 幻视和小区男人们一起在图书馆八卦小回忆吗 他就又说出一个秘密 说诺姆是共产主义人士 引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 但很有可能幻视在加入这个会议之前 就曾经用超能力唤醒过诺姆真实的样子 说不定还套出了一些秘密 从而才在第二集对诺姆开玩笑 但其实意思就是诺姆 或许就是无警探要找的证人 或者诺姆有自己的秘密 在这些失踪人员名单中仔细看的话 艾格尼斯依然保持着神秘 找不到其真实身份 这也八九不离时坐实了艾格尼斯 或许真的就是阿加莎哈克尼斯 有趣的是网上被爆出了一组汪达幻视的片场照片 如果照片真实 那么可能后面不止阿加莎一位女巫 在监视汪达的超能力 还有其他的女巫 这或许也是艾格尼斯一直佩戴的 首饰中出现三位女巫的剪影 这或许也是女巫协会的标辉之类的 当然这剧照也有可能是后面预告片 出现类似于万圣节的装扮 如果艾格尼斯真的是阿加莎 那么她的命运可能会很悲惨 在漫画中阿加莎就是被汪达杀害的 此外主要角色中还有社区大姐 甚至都不出现在白板上 这也很奇怪 按理说还没有找到真实身份 应该就像艾格尼斯一样 先把简介表贴上去的 或许还没来得及贴吧 但在第二集中 社区大姐流出来的血是带颜色的 在第二集中 外来物直升飞机也是带颜色的 这是否说明社区大姐也是另一位入侵者呢 但关于流血带颜色 并不能说明其特殊 因为在第二集黑白片中 只有她一人流血了 说不定其他居民流血也是带颜色的 而且莫妮卡以及片尾天剑局人员 这样的入侵者 进入西景镇后也都是黑白的 并没有带颜色 这也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外来物 在第二集都是带颜色的 在这一集中 只有莫妮卡被打飞出去 而天剑局的养风人目前还不知所踪 目前看下来 如果天剑局人员被赶出西景镇 应该会被外面的人发现 所以推测该人还在西景镇 或许汪达的一句no 直接给她安排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当幻世进来时 我们看到惊悚又悲伤了一幕 幻世的造型 就是《复仇者联盟3》中被灭霸 拔掉心灵宝石后的样子 这里其实挺伤感的 汪达明知道这一切都是 自己给自己编织的骗局 但却愿意深陷其中 在漫画中 汪达硬闯天剑局带走了幻世 在MCU的《复仇者联盟3》里 幻世死后被神盾局带走了幻世的身体 或许汪达有从神盾局 偷走了幻世的尸体 然后带到西景镇想要逃避现实 但从汪达和幻世的对话中 似乎又能感觉到幻世有些许自我意识 这就让人十分好奇幻世到最后 是否真的能复活成功 尤其是幻世那句 我们其实不必待在这里 这句话似乎表明幻世自己也清楚些许真相 但也配合着汪达不愿说出 之前我们在诺姆简介中 得知幻世有用超能力唤醒他 在预告片中幻世也同样对禁止的艾格尼斯做了 幻世在第三集还对这个小镇表示出质疑 遭汪达删减掉 这些都让人觉得幻世并不是单纯汪达制造情感安慰的傀儡 而且在预告画面里还能看到幻世有想逃离小镇的举动 还有和汪达对峙的画面 汪达也只有对入侵者才会使用红色魔法 在《复仇者联盟3》中 汪达幻世出逃时 汪达有用超能力去解读幻世 这里我有个大胆的假设 可能因为在幻世受伤后 汪达有尝试用超能力提取幻世的自我意识和记忆 以防外衣幻世遭遇不测 还是汪达和幻世对峙的画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幻世起飞的动作 那手势其实就是汪达起飞的姿势 幻世整个身体的姿势造型都很像汪达 在第二期变魔术时幻世飞起来的姿势 也是和汪达飞起来很类似了 还有幻世第三期跑去找医生 用的也是快银的速度超能力 这些也侧面说明幻世确实是汪达创造出来的 离真正复活幻世还有距离 当然复活幻世一定是不简单的 必须要有心灵宝石 在预告片中有一个画面是汪达对着心灵宝石 很期待后面心灵宝石是如何出现的 当莫妮卡被打出结界时 记忆得意恢复 并告知天剑局这一切都是汪达所为 这里没有什么细节能证明 莫妮卡进去后 记忆和意识是否被强制篡改 一直眼卧底 但从第一集中老板夫妇用餐时 老板太太一直微笑地说着 Stop it就能看出 其实老板太太看到丈夫被卡喉咙后 真实表情应该是很愤怒和哀求 要汪达停止这一切 但表情始终被汪达改造成微笑面对 还有第三期医生想通过旅游逃离小镇 还有邻居赫伯特剧墙也一样 都是有着反抗的举动 但大部分情况都是该配合你演出的 我视而不见 所以我认为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在西景镇的居民都忘了自己是谁 而是融进了汪达创造的世界角色中 这有句话能激起现实的记忆 比如汪达说出了他哥哥快赢的事 让莫妮卡说到了傲创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莫妮卡全程在演 看后面的剧情如何交代了 好那第四集的解析我觉得值得聊的就这么多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期待第五集要怎么发展了 到底汪达全程在骗自己还是另有引擎 到底艾格尼斯是谁 天剑局又如何改变局势 神盾局会不会出现 我们都拭目以待吧 看到这的都是真爱了 可以的话还请以各种方式支持吧 点赞留言转发关注随便选 我是大聪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原创最大的动力 那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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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